这些范例其实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那有一些都会有一些我自己把它做出来的答案 那除了这些从02一直到08 这些都是我之前上课的范例题 不过要把这些通通讲完呢 我们的上课时间绝对是不够的 不过没有关系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就是说可以试试看 但我们预计会讲的大概就是02、04、05 然后其他补充资料里面 比如说从网路上如何抓资料有个进阶 进阶里面的范例题这边有一个当日行情 那这个也是同学需要就是说 比如说他固定就是说一段时间会从网路上抓一些资料 那些资料的话都是一个个的网址 那这个网址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一键可以自动帮我把网路上你需要下载的 那网页一定是里面有个表格 把那个表格指定的表格直接下载到我们的Excel 而且自动帮你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自动帮你建一个 然后自动帮你把网路上面的资料直接下载下来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做后续的处理呢 你也可以怎么把那个下载下来的资料呢 看在利用VBA做后续的处理 那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你要的样子 这个当然会有表定 大概会有这四个范例 不过这边当然其他还有像 同学有问过什么期货啦 或者是报表 它的报表管理 或者是像开放资料里面的十价登录 这个在进阶范例里面 那入门的部分 我觉得这里面也蛮多好几个 像Countif的方式 可以算那个乐透彩 的这个中奖几率 我觉得这一题也不错 然后像那个Vilka盘数这边有两题 然后纠续的卖表今天会讲到 如何利用那个Excel做 那纠续的卖表只是一个 了解那个蓝列的锁定方式 还有怎么样 针对那个蓝列的关系 自动产生你要的资料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 比如说工作表之间的比对 我把它切成那个 切成这个好了 切成这个这个表 清单式的好了 这样会比较轻 那比如说还有就是 同学会常常遇到 就是说工作表跟工作表的比对 比如说有这个月的跟上个月 那有的时候你要比两个工作表 虽然它的位置都一样 可是你要从头到尾比过的话 其实你会到底 因为你想知道说这两个工作表里面 到底有什么差异点 那如果说我今天可以一键完成 按一下按键之后的话 它可以自动告诉我说 两个月份的差异之外 也可以在那个工作表里面的 那个也比如注解好了 它会自动跳出来 这个工作表里面有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会自动给你显示 所以这个范例的话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那这边当然有一个范例档 那其实非常简单的 按下去之后自动帮你完成 这个也许你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也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当成是额外的范例 那另外还有像股票分析 这个是学员的问题 我说顺便解一下 然后还有像黑名单筛选 那黑名单筛选的部分的话 这个也是学员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都要做什么 做那个黑名单的筛选 比如说呢 有那个会员登录了 登录之后的话呢 他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呢 到底 这边可以下载 他不知道说呢 到底某一个清单里面的资料呢 到底是不是黑名单 所以他需要什么 查询 那查询的方式的话 当然会有三个页面 一个页面是什么 要查的 一个页面是黑名单 一个就是查询结果 那最好是怎么样呢 按下按钮之后的话 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前面这些 如果是黑名单的话 自动帮我把它列出来 那因为老板要看的 就是最后的这个报表 OK 那你要怎么样快速的去查询 比如说这个 到底这个email 在黑名单里面会出现 有 那就帮我call到查询结果 没有 那就跳过 OK 那这边总共 要查的名单呢 因为他给我的名单里面 控制向下 总共会有5000多